大家好,我是春奧 好車北上今天十月一日起 試行優化計劃 每個月限三次預約通關 出境才可以再進行預約 而且今天已經關了網頁版的預約功能 只可以用手機APP去搶額 不過今天真的不用搶 因為去到11點 還有600多個名額在任你搶 以前30秒就沒有了 因為約了才可以出 如果你約了還未出 好像今天就約不到 他有些字出來提醒你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大部分車主約了 就不可以再約 所以就剩下這麼多額 不過最終政策是否成功變文 要再觀察 尤其網民說 11月初一個星期見真章 至於是否會搞到一個月 只能約到一次有待觀察 如果是的話 有關方面應該考慮 取消出了才再約 但你可以維持每個月約三次 第九屆澳門工展會已經開幕了 今屆展會除了會為大家介紹澳門工業發展之外 現場做設有M-MAP產品展銷區 一-MAP限量商品 每日開場排隊入場 即可獲得一元購買卡 驚喜購物優惠 現場拖款買一送一產品 更多折扣任你選 精彩舞台活動 全日各式各樣表演無間斷 過來享受冷氣看節目都不錯 購物滿200元可以參加抽獎 100%中獎 入場可參與終極大抽獎 還可抽iPhone 展會免費入場和泊車 9月29至10月2日 在漁人碼頭會展中心等你來 澳車北上實施新措施 但似乎抱怨聲音仍然比較大 網民、市民都最希望加額 馬行政長官何一成今天出席 國慶慶祝活動時 重申澳車北上政策 並非特區政府單方面可以決定 任何優化調整必須先和內地有關部門協調 因為涉及兩地海關邊檢、人手編制 如果內地同意在某階段增加名額 就可以實施 形容並非有很大問題 政府願意讓市民享受有關政策 何一成又說 政府聽到社會有意見 希望在非繁忙時段放寬澳車北上 認為有可行性 對於澳門而言首先要顧及交通問題 大原則不要影響黑沙灣、東方明珠一帶 居內居民的上班、下班和上學 在非繁忙時段居民休息時間 即使塞車也不會對區內日常出入造成影響 政府已將有關建議提交給內地研究 但暫時未得到認可 既然說到這樣 我相信真的有備案 很可能會開放 非繁忙時段 至於怎樣開放 可能遲些才知道 另外有意見提出 將澳車北上的政策延伸至橫琴口岸 即澳車可以在橫琴口岸出境 某一成說 亦曾向內地提出 但不適合作為澳車北上的口岸 他解釋 橫琴將會實施二線封關 因此並不適合 不過新政策 今天第一天實施 具體效果如何 還要有待觀察 如果未來可以做到 不用出了關才可以再約 以及非繁忙時段 可以自由出入 相信抱怨性會大大減少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SoulPayPay 即澳而為 多謝你們 下集見